第十二维度创始者讯息 胸怀大致 借助日食能量进行创造 我们在这里支持你们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是第十二维度的非物质存有的集体 我们在此提供帮助 我们承认你们是真正的创造者 我们喜欢鼓励你们去创造 我们邀请你们利用几天后 即将到来的日食能量进行创造 现在 在日食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前 会有一个准备过程 这是一个心理准备过程 你们都在为这些能量做好准备 这样一来 更多的存有和集体就可以帮助你们 对你们进行升级和激活 这是你们所希望的 也是你们实际上所需要的 因此 我们邀请你们仔细考虑一下 你们想要借助降临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日食能量创造出什么 这些能量在日食当天绝对是最强大的 你们会发现 你们会发现你们的系统升级在这段时间里是非常宝贵的 你们也会发现自己致力于自身所做的工作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你们所做的一切清理 释放和疗愈的工作已经使你们成为一个美好的容器 以功能量流经你们 随着你们在四月里继续前行 会有越来越多的能量流经你们 我们正在说的是你们要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创造什么 你们甚至可以写下来并大声说出自己的这些愿望 你们的愿望是强大的 他们确实有创造力 但是当你们拥有更多支持性的能量进来时 你们就能体验到更快的显化结果 我们知道 你们中的许多觉醒者已经对扬升过程 和许多其他事情变得不耐烦了 因此 我们邀请你们认识到 你们自己是在此时拥有额外助力的创造者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在告诉你们 要构筑远大的梦想 要胸怀宏图大志 我们也在告诉你们 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去思考 要把那些在你们地球生活中的其他时期 在你们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唐的事物 放进你们的创造之箱里 对你们来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期 你们大家待在地球上 拥有很多你们想要的东西 此时 对你们而言更加美好的是 你们可以让自己创造的东西 进入自己的时向 因为这是你们的 只有你们才能拥有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非常爱你们 你的专门